通風病是因為身體尿酸的積聚,在關節形成結晶 當結晶去到一定的份量的時候,就會刺激我們的免疫系統 令它發作和發炎 香港病發的人數不少,大概有一成至三成人 有不同程度的通風和尿酸上升的情況出現 我們發現通風過往的十年,因為飲食的轉變 令到發作的機會和以往相對有很大的增加 通風有分開幾個不同的階段 一開始的時候,血液的尿酸含量升高 但它還未形成結晶,所以那段時間是沒有病徵的 但當結晶越來越多的時候,就開始感覺到某兩個關節有急性的發作 即是通風結晶就開始形成 當結晶持續積聚,不受到控制的時候 通風結晶越來越大,就會形成通風石 我們的病人就會發覺在某一個地方看到關節腫像 而那些腫像其實是一個實的石頭,是一個白色的石頭 變成通風結晶 再後期一點,通風結晶就會侵蝕了關節 令到關節有永久的損害和變形的情況出現 通風我們知道,有些人容易通風 有些地區的人容易通風 我們相信通風其實是和基因遺傳有關 而我們中國人說,這就是我們的體質 我們的體質,一定會有些人做多些尿酸結晶 也有些人不能夠有效排泄尿酸的情況 所以導致那些尿酸積聚身體某些地方 他特別喜歡積聚在關節那裡 所以就會導致通風關節炎 當那個結晶的份量去到某一個水平 而它開始刺激我們面移系統 就會導致通風關節炎 其實每次發炎,我們的面移系統就是想 透過發炎移除的關節裡面的結晶 不過通常,頭兩次能夠有效移除 但慢慢就不能夠有效移除 於是就會不斷發炎 以及痛風的結晶就會越來越大 但另一方面,因為我們生活疾患的影響 令到我們吸取多了尿酸在身體裡面 如果我們同時間不能夠有效排泄的話 就會導致尿酸結晶形成 一般的病徵來講,就是關節發炎 通常會影響一個關節 其實最典型的情況就是 當我們吃了很多東西,喝了啤酒 到晚上的時候,腳趾弓突然急性關節發炎 這個九成人都是在腳趾弓上發作 通常第一次發作,你不理會它 它都會自己康復 但第二、第三次就會發覺越來越密 以及越來越多關節受到影響 慢慢就會由腳趾弓轉移到其他關節 例如腳跟,膝蓋,膝蓋 如果再不理會它,就會去到手 甚至乎耳朵都可以出現這些情況 因為痛風的結晶會特別喜歡在冷的地方 因為冷的地方,結晶會容易形成 第二,腳趾弓是一個經常受損的地方 受損的地方會容易讓結晶在角度開始形成 所以腳趾弓是最常見的 冬天吃火鍋是容易出事的 我發覺冬天在這段時間,病發率上升了 因為第一,跟飲食習慣有關 冬天的時候會多吃肉類 而尿酸是水溶性的 當食物放在火鍋裡,尿酸就會融在火鍋裡 如果再放著河粉去煮 吸收所有精華,包括尿酸 吸收身體,尿酸的濃度就會增加 打火鍋很多人都會喝啤酒 因為啤酒裡面的酒精就會降低了尿酸的排泄 而啤酒裡面,本來也有很多飄零的成分 用麥去做,裡面有很多糖分 導致身體在短時間之內,尿酸水平急升 如果你本來已經有尿酸結晶在生態裡面 就會令到尿酸結晶不穩定 就會爆發尿酸 所以冬天吃火鍋是容易出事的